白嫩花肉淋上海鮮番茄醬 再鋪上紅洋蔥和紫蘇葉 最后把蒸好的白饅頭盖上去 中心合併的小漢堡包 看似常见的平民美食挂包 就连汉堡也能做成甜点 炸饅頭中间夹上紫蘇冰淇淋 撒上花生和香菜 迷迷版比一般汉堡小了快一半 但价格没跟着缩水 至少两百元起跳 比较偏西式口味的海鲜醬 另外一个是比较中式的芝麻酱 我觉得这样混搭起来的口味 还蛮有中西合併的感觉 被困类成素食的汉堡精致化 就连食材也能很高贵 北美鲑鱼片在街台上滋滋作响 淋上柠檬汁与白酒调味 起锅摆盘再加上一小吃 黑到发亮的鱼籽酱 民众还可以依照口味喜好 着亮添加 法式高档食材让汉堡口感增加层次感 但价格也跟着高昂 一份旧药七百多元 刚开始说真的是有点 就是吃不下去 其实就是偶尔吃吃看 就是犒赏自己的那种感觉 不会吧 为什么 那我去吃西餐的 我不可能吃一个汉堡 这种加起来 被视为素食的汉堡 烹调过程不繁复 加上翻桌率又快速 年商机高达六百亿元 业者锁定老饕推出精致汉堡 顺势拉高价格 希望让营业额也跟着攀升 解容凯晨 稀为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